10月30号,创业版首批28家公司以较发行价上涨106.23%的平均涨幅,结束了首演。 88.88%的整体日均换手率创出了高达219.08亿元的成交金额,相当于当天,深市近450只个股总交投的五分之一。 数据显示,散户,特别是中小散户资金,充当了昨天推动创业版首批公司,一路高歌猛进了绝对主力军。 周五,机构投资者累计买入创业版股票1142.95万股,占市场比例仅2.63%,其中证券投资基金、社保基金、保险等未参与买入。 券商自营和理财合计买入115.25万股,Q费合计买入0.52万股,其他一般法人合计买入1027.18万股。 此外占比97.37%的交易量均来自散户。 当天参与买入的个人投资者账户多达25.26万股,合计买入4.23亿股,其中买入股数在5万股以下的户数占比多达99.56%,买入股数占比86.31%,买入股数在1万股以下的户数占比97.22%,买入股数占比60.08%, 谢谢大家。